在中国农历春节来临之际 全球多地标志性建筑及唐人街 或点亮中国红或举行灯光秀 与中国人民一起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每逢春节 牛车水 也就是新加坡的中国城 是年份最浓的地方 今年牛车水农历新年活动的亮点之一 是街道灯市 主题是 逐报平安除旧岁 金牛迎春好运来 牛车水主街上的灯市 不止有880米长 悬挂着800个灯笼 最为耀眼的主灯是一个高10米 踩着金元宝的金牛 它象征福气和好运 当地时间11号下午6点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 聂瓦河上的地标性建筑 东宫桥以一席中国红点亮城市的夜色 向中国农历牛年春节致贺 当晚东宫桥上的近千盏红色彩灯 瞬间被点亮 白雪挨挨的聂瓦河上 身披红装的东宫桥 给俄罗斯北方之都的农冬季节 增添了欢乐的节日分类 根据圣彼得堡市政府公布的计划 亮灯活动自中国农历新年起持续两周 至正月15元宵节后结束 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 当地时间10号晚亮起中国红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红色的灯光里 广场上纳尔逊纪念柱的助身 出现恭贺新喜2021中文字样 广场两侧的喷泉也笼罩在红光中 洋溢出喜庆的气氛 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举行特别收视云敲钟仪式 以庆祝中国农历牛年的到来 随着收视中的敲响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位于纽约时报广场的 巨型电子屏幕上 不断闪现显示春节快乐的字样 并反复播放中国的春节动画 庆祝农历牛年的到来 此外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美国 俄罗斯 匈牙利 卡塔尔 巴西等国 都举办了云端音乐会 线上庙会 线上庆典 等丰富多彩的新春庆祝活动 法国 新西兰 匈牙利 斐济 亚美尼亚等国 近日发行了中国牛年生肖邮票 满满的中国风设计元素 表达了对中国农历牛年到来的 庆祝与祝福 已经忘了心肥徒 父神 农历cis